光续年纪就有了 在北京暴赌见的 台山北斗一样的 吃牛可能从人家这儿兴起来 我放你们鸽子了 春老年 大家好 我是老白 北京暴赌啊 有四家非常有名的 张满冯王 前三家我基本都吃过了 暴赌王一直都没找着 但今天找到了 高续在你尝尝啊 露露吃 你好 春老年 几点能严业啊 好 去这一块吃 可以是吧 心里眼前一亮啊 人家把这个好吃的几个部位 都给您标上吧 几张出一盘了 吃什么酱油啊 吃的什么味道啊 西德顺啊 实际上在北京暴赌见的 应该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存在 暴赌我们家都知道是三拆啊 九种羊的 四种牛的 吃牛可能从人家这儿兴起来的 最常啊 在东安市场两家创世 其中一家就是人家 据说光绪年纪就有了 这边起的这个字号西德顺 那人家暴赌王呢有两个含义 比如说第一说我们家正好姓王 然后我开一个我不知道水平怎么样 那一般叫个王纪啊什么就行了 第二呢您在行业里面 就让大家的认可 官称 我您家暴赌王 我身边地位要在的 做东西好吃才能这么叫 才敢这么叫 人家能做到 减菜 两肚子来一份 蘑菇 蘑菇头 再来份牛肚子 烫白菜 来散单吧 然后两个小料 谢谢 嗯 这是一几张还一盘一盘上 等一盘一盘上 得嘞 谢谢 这个讲究第一 这个小料讲究到什么程度 这是纯芝麻酱 二八酱不行 二八酱太甜 有花生酱的腻的 酱油啊 高醋啊 煮虾油啊这些 必须得是瓶装的 为什么 因为瓶装它味道稳定 你不想买散的是吧 接着每个人不新鲜的 可能它味道会变 所以就吸着这种程度 到最后撒点香菜 吃爆炉 可以稍微吃点香菜 什么啊 今天我们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实现多版的有吗 实现是上半份的 那就算了吧 剩下的那些也行 我点了一盘 蘑菇头 真没有 这个在暴主店里 特别正常 为什么呢 人家一般叫这种暴主店 他早上只要去拿货 这货必须是当千的 人家最早的暴主王 暴主买 暴主师他们早上干嘛 上哪呢 后海边有一个 东兴顺暴主张 他们家最早原来是 批发那个 牛肚羊肚这么个地儿 达到他们家拿货 等下咱们录报主张 再给大家聊 人家一看 这个卖卖不错 刚才我自己也盖一个 把这堵子拿回来以后 趁天不亮赶紧洗宅 这个宅得分那个部位 这个部位是堵领 这堵板 这堵人 哪个地方怎么下刀 怎么裁 然后怎么洗 洗的时候可麻烦的 流动的水 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都弄得了以后 运到哪儿去 多安市场 然后卖 很有可能就比如这堵子少拿一个 就是养肚子不新鲜不好 人家不卖的 这缺底下很正常 你很难在一个店 能找着食酸菜 刚才我特意问了一句 我说您是一盘一盘上 还是一块上 您跟我说您一盘一盘上 过去都这样 就是 先拿一盘吃 大概剩两三块 那边老主子会看一眼 常规的 就是它可以烫下一盘的 你这盘吃完了 那盘也烫得了 大的一个包装都是热的 好 谢谢 看出来应该是现调的 芝麻酱 酒这会儿将到我摊算 现在哥里边还支撑着你 堵仁 羊是最贵的 最少的部分 他人家自个儿写的是 八只羊出一盘堵仁 他这个量不算特别多大 算普通多的 家暴肚蘸料也是个想着火 虚微的和一下 加一勺辣椒油 散战也给你报了 你先拿两盘 好嘞 看我们两个人 我们上那盘这个散战 刚夸他们家一盘一盘上了 这就心急 一拍一盘 都是 给你看下这个吃暴肚的手法 你比如说 加点肚子啊 别夹太多了 这都夹两个 吃的时候呢 有多得劲 十多劲 使尽快这调料啊 趁点 来来来 干不干 啊 来 肚子这是最嫩的部分 嚼着得咯吱咯吱的 偏偏 享受 人那什么说话呢 这边坐一哥们一听 感觉你在嚼根 黄瓜 生黄瓜 那才是对 吃了一口下去 人家小料不错 不咸 芝麻酱味 完全能盖住 躲了的脏气啊 香菜都显得很可爱 每嚼一下啊 释放出那个汤啊 那个口感 那个声音 听得就美了 可一般过去吃饭豆 就什么呢 这二锅头 咱尝尝那散单 羊子叫散单 牛子叫百叶啊 这咋 位置差不多 长得磨也差不多 刀法也差不多 这上面有这个 叫毛烈烈的凸起 这个毛刺 这毛刺越清晰明显 上面这个肚子越新鲜 有多得劲 使多得劲 走你 嗯 饭豆不错 小料也挺好 而且我没挑出 它太大的毛病 如果它要是这个等会再上的话 就更完美了 稍微捡一份啊 咱们介绍写的1903年 不过大概干了四代了 现在大部分的报酬链 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老人家不干了 然后把手一传进来了 比如儿孙妹的 把这个撑起来了 这这本天手的验证感觉 每次夹着 那个汁脆的 哎呀 介绍里边写的 过去黎元行 好多什么美南方啊 马林良 马林良先生爱吃这个 暴肚是有激度的 说县儿的 侯伯林先生 天天的马三爷 也爱吃暴肚 因为它洗时候 只使清水洗 不搁什么活检的 你把钙味的 洗出来可以 有一点脏气味 这个小料 它其中一个职责 就是钙这个脏气味 你到嘴里边没有就行了 吃黄瓜也就这么炫了 嗯 就嘞 谢谢你 牛肚仁上来拿 我可以留点羊肚仁 对比看一下 这个是牛肚仁的 这个刀工切成片 因为太厚了 如果整个 您未必嚼得乱 尝尝口感 不那么脆 比较绵软 吃点尝尝 嚼什么呢 你看比较 风鱼比较肥的肉片 这种口感 嚼里并不搁吱搁吱的 羊肚仁呢 嚼里像嚼黄瓜 口感很韧 但是还嚼得懒 这就是区别 怎么解气的 来呢 口感像肥皂 一点都污妮 比较真享受去吧 美啊 要吃火锅一点 吃点主食啊 真的 这么酱烧饼 要不烫白菜 我分享 烫白菜的原因 可能最后吃不起了 要不然菜便宜点 在这里边不是一堆吗 也可以吃 然后就点主食 都拿堵仁下酒 吃味采杂器 都像白景秦那样的 和他孙子 哪个也吃实际盘 都不用掉烫白菜了 看看分成和蒸饼酱的情况啊 里边有白茬啊 分成还算凑合吧 基本上能知道这个 像车能工医做出来的 尝尝 嗯 不如下烙的 刚烤出来的 有白茬说明 蒸饼酱抹的不匀 刚有椒芽 蒸饼酱都有 太有点烧得不匀了 我就是说我 小时候就特别调皮 我就爱这么吃 咱烧饼 直接占那个两顺利也好吃啊 不一定感兴趣 回去可以试试 这白菜也不点点火 我们烫熟得 再提爆肚了 我这个小料什么缺点了 由于蟹 你看我没吃几块的 基本这个 基本上已经蟹了 水汤汤了 一共花了281 这一盘堵的88呢 是稍微有点贵是吧 但吃的挺满意 吃完了以后美轻啊 对了 这个现在江湖流产说 我不说那个标准节促 也就是广告是吧 那么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在吃暴走的时候 我不会说法 哎不是广告 怎么可能是广告 好的谢谢你 好羡慕啊 这里修美中社 在这公司的年轻人爱哈 撒个自个啊一吹 现在我老了 退休了 我也找一点 我也练自个喜欢的东西去 我放你们鸽子了 嗨 多缺德啊 没想到他运动 他翅膀都运动你了 谁说他现在还要钱呢 我基本上花两块了 门口就讲讲多了 大家往正好图片吧 看看地坛那个方泽坛 那是真正的地坛 寄地的 以前天地和寺 就是天和地在一块寄 就是在天坛 后来呢 呃 我爸说明天还清达的时候 分开祭祀 才有的日坛 月坛 天坛 地坛 这边都有的 都是单间